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关怀祭典生日后 阿拜我们的王政府配合的方向 一天三天五天甚至于 专业这样做到最好的关怀祭典给我们 谢谢 王妃美官长虽然来到 专业在省心社区与新增社区关怀股店 来关心市团人的生活 高雷这些中备可以多多走出口网 来到社区运动休闲 也可以在到最好的照顾 让长辈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 这个据点我们从去年的十月份开始筹备 那在今年1月9号我们就开幕 就开始了 我们所安排的在课程方面 大部分有体制能 有基力训练 还有像那个人和医院 他也过来为我们做健康的讲座 然后在二月份有安排健康检查跟癌症筛选 那在这里也感谢我们的这个中部的厄共同台 参务看到今天的这个非常烈情 那要活就是要动走出来 让我们能够接受到新的讯息 也减筋到我们的洗水的这个烦恼 让我们可以的理事 感谢交更多的朋友 晚上回家里跟我们的行孙 享受 天论 要再次的感谢我们王宪长 对于我们现在人口老化的问题 一直在我们每个社区都找一个关怀据点 那能够就近的照顾我们这些长辈们 在这里真的感恩 感恩我们地方的所有事业 这些荣誉 这个关怀据点 这些荣誉来给我们参务 要活就要动了 希望 从这个关怀据点成立开始 未来对我们地方的事业 都是很好的一个照顾 王冠长特别感谢社区协会的理事长传理长 也会有很多志工朋友用心 来跟广府作会照顾四大人 让年轻人能没有效果自由 全身为事业打拼 也让四大人能健康幸福健康 外地健康有尊严 公优兵都中华文林伟准 参委电中彩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